好说完便利之后 我们紧接着就要考虑关于插入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先说头插法 那头插法就应该是在链表的头部去插入元素 链表的头部插入元素 这时候的话还是先考虑有多个节点 不考虑测出情况 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有一个节点是400 构造出来一个 看一下第一步先把这个节点构造出来 这句话有了吧 往下走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要把它去插入到头部 按照单链表来说的话 我们做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单链表来说 直接让node.next等于saf.hide 也就是说直接让新节点的next区域指向hide所指向的第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再看单链表的操作 紧接着就是改一下这个hide指向新节点吧 这是按照单链表的操作 但问题现在是单向循环 我是不是得把尾节点的这个指针指向头啊 对吧 我是得把尾部的指向头吧 所以也就是说 这时候对于单向循环链表来说 它在头部插入的话 也得有一次便利的过程吧 对吧 也得有一次便利过程 我必须得找到尾节点 把尾节点的这个 这个指针指向新的 是不是才可以啊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操作了 那现在先想一下 我究竟是改建这样的一个链接 是先把node节点指向头节点 然后我把hide指向回来 再去找这个尾节点 还是说一上来 我可以先把尾节点找到 再去改向呢 怎么找会方便一点呢 我如果先找尾节点的话 一开始可以先不用考虑新的节点吧 找到之后 我把尾节点的游标记下来 是不是再去操作就可以啊 可以这样的方式吧 那我说 如果说 直接先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去找尾节点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的吧 完全也是可以的吧 我过到把这个头节点已经插入进来 对于我来说 现在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单面表吧 我完全可以顺着这种单面表找到最后 把最后的之上指向原先的头 是不是也可以的 对吧 完全都是可以的吧 然后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了 哪变了 我先插入进来的话 先插入进来 尾节点 是不是还指向这100呢 我这个链接的地址 它存的就是100这个节点 我没有改过它呀 sav点hide 是不是指向新的节点吧 指向新的节点 那我直接找到尾部 直接让尾部的链接指向nod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不通过hide去找 我直接找node 是不是可以了 现在看一下 有一个node吧 这个节点叫做node 没问题吧 然后一开始的 我先操作 先做之前的操作是 node.next等于sav点hide 对吧 我把它写出来 node.next等于sav点hide -hide 对没问题吧 也就说 它完成的是 把node指向了 这个hide 先看一下 我连接还保持 最原始的状态 然后紧接着 再操作的一句话 我们往下操作 直接让sav点hide 等于node 对吧 等于node之后 你看hide 是不是指向它了 对吧 然后对于来说 对我们来说 现在形成这样一个方式 如果不考虑尾接点的情况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单向群 单向链表啊 对吧 单向链表来说的话 这时候 我们从头往后去移动吧 从头往后移动的话 这时候 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去截止 原先这个条件的话 判断的是 carm点hide 等于sav点hide 对吧 但是现在sav点hide 是不是指向node了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让这个条件去当成 current.next 它等于node.next node.next是谁 就是它呀 找到这个条件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找到尾结点了 找到尾结点之后 我再怎么造作 让current.next等于node 是不是就转过来了 也是可以达到的吧 但是说这样来理解是不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对于大家来说 你要知道 这样去操作完全可以是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不好离别 那我们就直接还在按照一开始的方式 先把尾结点 这个游标给它找到 先把尾结点找到 那先找到尾结点的话 看一下 先找到尾结点 找到尾结点的方式 应该跟上面再去进行便利是一样的吧 或者跟求长度也是一样的吧 所以先有一个游标current等于sup.next 对吧 游标有了之后 我要开始来进行循环便利了 循环的话 因为现在只能是一个单向循环链表 那它的条件只能是current.next 只要不是sup.next 我就可以往下走吧 current等于current.next 对吧 这是我往后走的 当我循环 当我循环退出来的时候 看一下 按照这样的方式 当我循环退出来的时候 current恰巧应该就指的是最后这个节点吧 指向了这个节点 current是不是就有了 current有了之后 我现在可以不用管了吧 先不去操作它 那我紧接着 我白把这句话拿进来 退出循环之后 代表我current指向的 就是尾节点 尾节点有了 找到了 好 我现在先操作了 怎么操作呢 我先把 node这个节点的next的区域去指向sup.head 可以吧 现在还没有改变的吧 也就是说 node的next区域 你就说下面这句话拿过来 node的next区域就等于sup.head 完成的是这个节点的区域指向这个 这个有了之后 再往复操作 现在我可不可以先去执行sup.head等于node呢 可以让sup.head等于node吧 这node也有了吧 这一步执行完了之后 再看 我再操作的话 就应该是current.next等于node 是不是就可以啊 可以这样去写吧 让current.next等于我node的本身 node现在是不是就拖鞋点了 那完成的操作是不是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我这句话 可不可以改写呢 我把它注视掉 我现在可不可以先去操作current.next 它等于谁 等于sup.head 看一下 等于谁 current.next 不是那两句话 而是 我现在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current.next除了可以使用node 是不是还可以直接写 current.next等于sup.head 可以这样行吗 可以吧 是因为我在执行56行之前 是不是已经把面表的head指向头节点了 指向头节点 我底下是不是可以让最后的这个游标去指向head 对吧 那好 这两句话都可以 那也就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关于面表头部插入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又要考虑特殊情况了 对吧 考虑特殊情况了 一定不要我特殊情况 上来 面表如果是一个空面表的话 如果面表是一个空面表 紧接着我们做操作 构造出一个node node之后current等于head吧 对吧 current等于head 也就意味着current现在指向的是一个none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操作了 whilecurrent.next 现在current是不是指向的是none呢 它有next 这个none是不是就没有next属性了 所以程序出错了 也就意味着 如果说现在一上来面表是一个空面表 那我要做你的操作 就不能是对current取next了吧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补充 如果一上来面表就是一个空面表的情况下 那我要操作东西是什么呀 所要操作的 直接就是如果是一个空面表 所要操作的 就应该是一上来 让self.head指向新节点 对吧 然后新节点指向自身 对吧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跟构造函数当中的这两句话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一上来self.head去指向node 然后让node的next属域指向自身 是不是不可以 对吧 看一下 一上来 hide指向node 判断出来是一个空面表 空面表的一上来 紧接着让hide去指向node本身 node自己又指向了自己 看一下 这时候对于一个节点是不是插入进来了 好 那现在处理完成之后 插入完 我底下是不是就可以返回了 对吧 或者说我底下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放到else都可以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再看了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 链表只有一个节点呢 一上来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这时候做的是什么操作 可不可以支持 一上来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只有一百这个节点 只有一百这个节点 也就是说一上来的话 它是指向自身的吧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要看了 一上来先把node构造出来 然后里面是有节点的 不为空 我到else当中 紧接着我构造出一个游标 指向hide吧 指向hide所指的头节点 对吧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这时候我要判断了 carm的点next是不是等于self的hide carm的点hide是不是等于他自己 对吧 等于他自己之后 我循环体是不是就不再往后去移动了 不再往后移动之后退出循环 退出循环紧接着 我让node的点next等于self.hide 让node的这个东西 让这个node的next的指向 self.hide吧 指向它 指向它之后紧接着 self.hide等于node 也就是说self.hide指向node 然后carm的现在指的是原有的 那个一个节点吧 再看carm.hide等于self.hide 也就是说他让点next等于self.hide 这不等于node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能支持掉 好 那就关于投插法的所有特殊情况 咱们就考虑完了 考虑完成之后 紧接着我们再往后走 看尾部插入 尾部插入的话 怎么来看 我们把它拿过来 看一下在尾部插入 尾部插入的话 我就应该把我的指针一开始 游标指到最后吧 对吧 所以一上来的话 看底下这部分 我们去构造了一个node的节点 对吧 构造了一个node的节点之后 它有 我们就按照这个代码的逻辑来说吧 按照单链表的代码逻辑来说 一上来 那就先考虑的是特殊情况 如果链表是一个空链表 如果链表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我要把这个东西给添加上去 没有问题吧 往上添加的时候 那你想我去给它添加 这时候里边的这个操作 应该跟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的话实际上就补充了一下 node只向自身 不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特殊情况 紧接着我们来看了 如果不是空链表 我紧接着 它就要往后去移动了 从头开始去移动 从头开始去移动 移动的时候 看一下 它移动的效果 这个条件有什么又得改啊 改成 如果Current.next 不是Safe.杠杠嗨的吧 只要不是到这个程度 你就一直往后移 一直往后移 Current等于Current.next 移到条件不符合的时候 移到这个节点了吧 移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去补充上一个新建的这个node节点吧 我们说是伪插法 伪插法指的就应该是把这个节点添加到Current之后吧 对吧 放到它之后了 那放到它之后的话 那想一下怎么来做呢 怎么来操作 先看一下 咱们怎么来操作 这样的操作方法是不是有很多呀 假如说我们先说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 按照一开始给大家的观念 是不是尽量先不去动原有的链表啊 不动原有链表 我就先改我自己 改我自己的节点吧 改我自己的节点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操作 就应该是让node的节点的next区域等于谁 saf点杠杠hide是不是也可以 那我直接等于Current的点next是不是也可以啊 因为找到的Current 它是不是就等于的hide 对吧 然后紧接着的话 相当于完成的是 相当于完成的是这个东西 指向了头吧 指向头之后紧接着 我要做什么 让Current的点next等于node 是不是也可以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不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呢 不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一上来 一上来我就直接把Current的点next区域 指向我node的本身可以吗 那这时候的话相当于 相当于Current的指向node了吧 紧接着我要把node的节点的 node的next区域 点next 去指向头吧 头是谁 saf点杠杠 hide吧 所以也就是说你通过哪样的方式都可以 我们把它拿过来 找到之后 把这句话给它改掉 放到这 让node的next区域 指向下不点 指向Current的next 这句话的效果等同于node 点next等于saf点杠杠杠杠杠杠杠的吧 这个Current它的next区域指向我node 然后这段代码有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特殊的情况 第一种特殊情况 空链表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然后要看的话 如果链表只有一个节点了 如果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能不能达到效果 如果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写的代码 一上来 先去构建node对象 400也就有了 有了之后 紧接着 我把游标指向头 把游标指向头 指向头之后 要判断了 Current的next 就是它自身吧 所以循环条件不往后移动 Current还是在这个位置 紧接着就应该是 node的next区域 等于sub.hide node node 它的next区域 等于hide 指向这个东西吧 指向它 然后 Current.next 等于node Current.next 等于node 等于它吧 也就是说 对于只有一个节点 是不是也可以达到效果 好 那也就是说 程序 对于尾差法来说 咱们也实现完了 尾差法实现完成之后 再看 在任意位置上面去插入元素 在任意位置上面去插入元素 前面这句话 如果小于0执行头差法 如果超过限制 超过尾 去执行尾差法 这两句话都不用改吧 然后就看中间这一部分了 中间这一部分怎么来看 看一下中间这一部分 我们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 我在中间的位置上面 去插入一个节点 那你想 这个时候 我在中间的指定位置插入元素 是不是不涉 不涉及到我的尾的这个链接呀 那对我来说 它实际上 就应该是一个 单链表的插入方式吧 所以我这话 整个代码时候 完全都不需要去改呀 对吧 它执行的操作 因为我在打入链接的插入的时候 往中间位置上去插入 这个东西 跟单链表是一个效果吧 我根本就不顺到尾部的东西 所以 这时候来看 那么这个代码 就不需要再去操作了 然后 我根本就不如说 我根本就不如说 感谢观看